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mes 今天的话题我们会围绕着英语的话题来讲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peak totally English in my YouTube video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mes I was born in重庆 可以去回忆一下咱俩的英语学习的小时候到现在的过程 经历过两到三位英语老师 有断断续续的担任过英语课代表 所以到国外就有个问题 我的英文就不够我 不能够应付我的日常使用 小时候活泼好懂 我太能够真的坐下来去 比如说背单词表 去抄课文 去背课文 他的真正的一个转机是什么时候 那个暑假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一次偶然的机会 听到了十几年前的一部电影 的感觉 可能看过 大家看过这部电影 我非常受鼓舞 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外将 一脸懵逼的 他当时的表情是 不要查这种字典 用英文去写英文 我到使用里边连去买个 连去买个Big Mac都买不了 去买杯咖啡都买不了 传统我们叫做 Learning the Language Learning the Language 为什么我们现在 比较一个 Aquiring the Language 我比较仔细的有去观察 我们家娜娜 因为她的情况是两岁来加拿大 然后现在七岁 五年来生活在一个英语的环境 非常的想知道它什么意思的时候 对 她才会问我 对 否则的话她连问都不问我 对 现在搞得很尴尬 因为她的英语学习动力比我足 OK 下面有一个专件词 非常的有意思 我不知道 James 有没有遇到过 我在大学学英语的时候遇到过 叫英语教 听说过这个东西 Oh yes Chingling是一个很强劲的问题 英语学好之后 有获得哪些好处吗 会广东话又会广东话的人 是完全在工作环境上 如果你喜欢电影 如果你喜欢一些艺术作品的话 举个例子来就好像说周星驰的电影 看国语版跟看粤语版笑的地方都不一样 确实是 是这个问题吗 确实是 后面的部分是网友也给我发来的一些 他们想要问 James 的问题 我们艾哥来简单回答一下好不好 想问 native speaker 的朋友 就是 dry 对 对 就尬了 就尬了 你认为最有效的英语学习步骤是什么 就讲出来嘛 不要怕丢脸 教了个外国女朋友算了 教外国女朋友 是白人女朋友还是什么 白人女朋友 交往多久 他们其实实际上喜欢不喜欢 就是很直接的 男一个外国外国人女朋友 哦 你的想法还真可以 因为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这个月要吃土 用英文怎么说 I'm running out of juice 不想要也可以 好 OK